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大家吐槽最多的莫过于剧中的腐化到了 先不说 一看就是几年前画风的调色 就说说女主脑袋上 那两个如同牛角包般的啾啾 就已经被网友们玩坏了 不过这一切在那动画学三年的特效水平面前都不算个事 简直就是甭管是啥景都能用P图和抠图来解决 宫里需要个霸气城墙 没问题P一个 男主要跟黑衣人在船上PK 没问题抠一个 男女主需要来场惊险刺激 还带点小浪漫的水下戏份 也没问题想再抠一个 看完这些又尬又假的特效后 小编真是忍不住想问问 这个剧组到底是有多穷 不仅连搭个石井的钱都没有 这特效也完全是倒退了20年的水准 堪比动画片的画面 实在是有些影响观感 不仅场景和孵化道时分不走心 这部剧的群演和BGM也是相当奇葩 众所周知 群演在影视剧里的存在感非常低 但这个定律在这部戏中似乎被打破了 小巧之位眼着眼着突然笑场的群演大哥 虽然原先他的设定只是个背景感 但这一笑完全抢进风头啊 而一笑作为衬托剧情的BGM 在这部剧中也开始带上了节奏 上一秒的配乐还是惊险刺激 下一秒就突然切换成极尾插曲 各种乱配也让人分分钟出戏 忍不住想直呼 原谅我的情感真的没法像BGM那样切换自如 不过最让人出戏的还是要数男女主的配音 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配音真的是太过悬浮 完全不贴脸 感觉声音和人物相貌完全不搭 实在是太违和了 除了硬件上的缺陷 这部剧套路老旧的剧情也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吐槽 什么女主爬楼取东西必彩空摔倒 证人永远在说出真相的那一刻被暗杀等 众多几年前的国偶剧常见套路 在这部剧中再度一一呈现 而女主原先下毒蛇 财迷 贪吃 还有那么点韧性的大小姐设定 也让一众书坟忍不住吐槽 完全毁了原著中那个虽然好奇心满满 但却坐视很有风签的女捕快形象 至于那位有着直男人设的京城第一霸总的陆毅嘛 虽说偶尔喜欢耍个帅 但整体来说也算是可圈可点 不过这两人凑一起组成一元CP 整日上演相爱相杀的互动倒也是看点十足 报告了 不得不说 这样草点满满的电视剧 虽算不上一部合格的改编剧 但看完男女主的直肩擦出的火花后 你会发现 定义之下也不视为一部可供休闲的下饭剧 放轻松 其实看看也不亏 米姑视频赌家策划 火花后 让你 sessions 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